大家好 我是高壽蕭 不經過日新帝國 整班人真的完全潛水 都沒什麼再聽到關於他們的消息 那潛水是否代表沒有關於他們的聽聞呢 那就當然不是 現在是回顧的時候 我想大家都聽過成龍魔咒這件事 即是指成龍支持代言碰傷的東西 都沒什麼好下場 不是倒閉 就會有些很麻煩的事 成龍魔咒這個terms就是這樣而來 看來阿豪新年是Youtube界的成龍魔咒 是這樣的 今日有人爆料 阿豪新年曾經碰過 炮王之王和壽司狼這兩家東西在拍片挑戰 對於炮王之王 他就說非常難吃 至於壽司狼 在家裡做一些不衛生行為 搞到有段時間 日本壽司狼沒有了生意 沒有人夠膽吃 股價蒸發了不少 除此之外 有網民表示 其實不止只有這麼少 還有很多SUNNY碰過的企業 都發生過大大小小不好的事 一句說完 真是拍得著成龍魔咒 不過SUNNY這個就是低配版魔咒 因為會搞自己 自己都沒沒地 成龍的話 都是只影響到人 自己沒什麼事 所以阿豪SUNNY這種人 見到他都避免接觸這麼多 免得影響自己一次 好了 認真一下 SUNNY現在這樣 真心 哪個企業還想著找他代言支持 其實都必定會出事 一個多次騙人 然後被人圍攻 態度都還是敢剝裂的人 找這些人來代言 是不是代表 你這個企業是好像他這樣的呢 因此 找這些人代言的話 公關災難 必定會有的了 不想惹些什麼 基本上 那些企業 都不可能找這些人來代言 不是開玩笑 之前有個什麼空中瑜伽 他就不理會這些東西 就算SUNNY那時候有公關災難 都繼續找他代言 跟著就出事了 我記得那間都收不少腐皮 SUNNY真是黑氣石尼 沒有的了 SUNNY已經要玩完畫上句號 現在網絡年代做過什麼都有留底 就算過幾多年 那些人都還會記得他的壞事 繼續杯葛他 不是說玩 史萊姆現在這樣 都沒得翻身 更何況是SUNNY 所以就是這樣 啊 不知道他們有沒有儲蓄習慣呢 如果沒有的話 都挺嚴重的 一對講完 阿豪SUNNY 貪致得個噴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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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